自从薛儿离开后 萧妍是彻底地放飞自我 不仅在岩浆地底世界 与美渡沙女王有了很深的交集 而且在云蓝宗解散后 还在云蓝山见到了云玉 云玉和萧妍两人在魔兽山脉 有过一段感情纠葛 如今在后山相会 两人彼此陷入深深的往事回忆之中 如今的美渡沙女王 其实已经怀上了萧妍的孩子 那么当美渡沙得知 萧妍还在后山和云玉相会 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都知道 美渡沙已经突破了窦皇的臂障 成为了窦宗抢者 误护法出手捉拿萧妍的时候 美渡沙还霸气魂魂 可是如今 萧妍却背着美渡沙女王 偷偷去见云玉 这种事情 美渡沙女王如果知道了 怎么会不生气呢 美渡沙对萧妍的感情非常的复杂 表面上来看 美渡沙是想要亲手除掉萧妍 但其实她的内心 早已经不知不觉地对萧妍产生了感情 甚至爱上了萧妍 当初雅菲当着美渡沙女王的面 主动摸萧妍 美渡沙就吃错了 她一点都不愿 萧妍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美渡沙女王就已经生气地离开了 所以说 其实美渡沙女王 已经对萧妍产生深深的感情 结果萧妍却并不知情 还在后山约会云云 这样的事情 如果被美渡沙女王知道 或许萧妍就要被美渡沙女王追着打了 毕竟美渡沙女王 可没有需要那么的善解力 而且 身为斗争强者 美渡沙还有一项技能 被撕裂虚空 从空间钻出来 如果萧妍和云云在后山约会 忽然被美渡沙女王撞见 不知道萧妍还能不能继续活下去